剛剛有同學提到,也許簡報裡面會用到超連結 在FocusGuy裡面,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超連結方式是跟別人不大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剛剛做的這些,對不對? 做了這幾個,一般來講我們都是物件導向 也就是說我今天這隻老虎 如果他要做超連結,你會點到他 然後呢,就直接射超連結 那我們在FocusGuy裡面並不是這樣做 他比較特殊一點,你看右手邊 他比較像網頁上的一種叫做影像地圖的概念 影像地圖概念,點到這個鏈子之後呢 你會看到他比較建立連結 他是用框選的方式 所以我只要把我要的框,框起來 這樣就是這個地方做超連結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比較大的範圍 我就在這個地方,這樣兩個框起來 你只要滑鼠滑過去,這邊就是做連結 這樣了解了吧? 所以你可以在右手邊那邊 就去設定你要連到哪一個地方 不管你是做網頁的連結 好,發現在這裡 網頁連結在這邊 漂亮 好 有,在這裡 有沒有可以做很多的連結 對不對 你可以做網頁的連結 也可以怎麼樣 路徑的連結 這個部分呢 可能各位在Power裡面 具有機會用到 在第一個頁面或第二個頁面 按著他跳到第五頁第六頁 有沒有可能 有 那我們在Focus Guide裡面 把這個稱作路徑 好,路徑 所以如果我點到他 我想要跳到 跳到 我看一下 指定的路徑 選擇一下 好 假設跳到這裡 來,你們看一下 我預覽 所以我現在滑過來 有沒有變成手 這種手大致都很好 看得很清楚 點下去 他就會跳到 剛剛這個地方來了 這樣了解 這個是 跟一般大家 平常在用 比較屬於物件導向式的 那種超連結 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